看看新闻榜 明星走两会应该算是最近最火爆的关键词了 听到以上的犀利言论 相信你也找到了明星走两会的火爆原因了 细细一看 这文化圈娱乐圈中的口水王和犀利地 基本都在名单之内 可谓爆点多多 因为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 参加两会又会是有怎样的犀利言词呢 演员陈道明就表示 抗日影视剧娱乐化 是在胡闹 我们可以演绎历史 但不能扭曲历史 龚汉林则对当政协委员的感受 做出以下表示 有的提案说了十年都没下文 一句话直中要害 而一贯形势果敢的歌手韩红则表示 哪个明星委员不交提案 我认为他就可以回家了 不只是因为韩红的言辞太过直接 还是明星委员们都自己做足了功课 在之后的采访中 每一个明星都可以将自己的提案 说得头头是道 不再藏着掖着 当然韩红自己也不甘落后 今年议题就是两个 今年已经坚持第三年了 反正今天是两个案 一个是儿童立体修正 另外一个就是关注这个 盟村留守儿童 因为我提留守儿童的事情 已经提了两年了 我今天准备第三次再提 当然在众多委员当中 也有很多选择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 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大赢家 莫言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莫言先生一言未发 阻突右闪 宛若学会凌波微步的武林高手 又好似基本功扎实的 橄榄球运动员 总之一句话势不可挡 从各位明星委员的话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中的大部分关注 都是最贴近生活的民生话题 从衣食住行到健康生活 央视名嘴崔永元 就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民生 我觉得民生其实就是 跟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那一项 你不要试个事就是民生 对吧 那要喝干净的水 吃没毒的奶粉 是吧 用药安全 然后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当然了 是最基本的嘛 我们要说民生 就从这开始嘛 对吧 连喘气都喘不上来了 像现在这样 还能回答好问题吗 谢谢你们 帮我走吧 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下 小崔也只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 于是就有了如今广泛传播的 小崔说奶粉的片段 您内部那是有信心吗 我没有信心 我觉得要有信心 大家就不去香港去带奶粉了 对吧 嗯 我觉得媒体的注意力 别老集中在香港 不让带奶粉这件事情 应该注意 就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者 为什么不信任我们自己的奶粉 尽管有数据表明说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合格 都合格 都合格 但是我觉得我揣摩的数据 差不多也就这么样一个数的人 不相信国产的奶粉 当然面对奶粉问题 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霍振廷 也表示将加强两地的交流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谈了解放电 最近很多小事 就是买奶粉的便是一个很注目的 反过来我觉得已经很多借了 第一方面就看到国内很大的发展 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 对我们支持 我觉得是不是加强两地 这个交往 其实现在奶粉安全或者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民生问题 而是人民信任的问题 孙永元也表示 其实这事说着简单 做起来挺难 摧毁信心可能就一下 树立信心却需要很久 所以我觉得真是 怎么让大家对这个奶粉树立信心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事 这可能不是奶粉的事 是所有中国产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的问题 它是一个整个链条的 大家的不信任 一旦我觉得大家信任我们其他的食品了 信任其他的药品了 奶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绝了 要说咱生活中最关心的事 除了衣食住行 就是下一代的成长了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头等大事 不过近期的新二代轮奸案 把李天一及其父亲李双江 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明星委员陈凯歌就直言 谁也别太打自己当回事 当然除了陈凯歌的犀利言辞 同位委员的陈思思也表示 要注意培养孩子的中国传统文化 良性的好的发展不能一味的去宠爱孩子 那么也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从小 就要受到一种像我们中华民族 有一些传统的美德 一直以来都表示自己 还需要学习的成龙大哥 面对教育问题 态度却变得异常坚决 无论是李天一所引发的教育反思 还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都在各位明星委员的提案范畴之内 所谓明星不光只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还要给大家起到表率作用 而当明星成为政协委员 要求就更加严格 为大众着想 言辞犀利 却有一说一的明星委员 在两会期间也是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希望越来越多的明星委员 可以为民所想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